主日三分鐘,愛的喜樂中座勸語,論家庭之愛。 第二章,家庭的現實和挑戰。 在這一輯,我們看看現今家庭所面對的挑戰。 家庭在子女培育方面遇到的困難,其中一個原因是父母放工回家後已經根疲力竭, 不願意多說話,而且不少家庭已經沒有同台吃飯的習慣, 這樣令父母很難將信仰傳遞給子女。 濫藥成癮也是當代一個嚴重禍患,使得很多家庭受苦,甚至破壞了很多家庭。 御酒、賭博和其他成癮的問題也是一樣。 家庭原本是可以防止這些問題,但有問題的家庭又怎有能力去幫助其成員呢? 破壞家庭產生的嚴重後果就是子女不知屬於誰,長者遭到遺棄。 青少年感到迷惘和無所適從。 家庭問題是令人痛心的情況,並且造成各式各樣的欺凌。 家庭衍生了基本人際關係的憤怒和仇恨。 家庭是自然社會的基礎,家庭的衰落,阻礙了個人的成熟,亦都阻礙了培養共同價值觀,亦都阻礙了城市和鄉村的道德觀發展。 這樣更加顯示出,一男一女之間,專一和不能夠擦散的結合,是具有完整的社會功能。 有些社會仍然保留一夫多妻制,有很多地方婚前同居非常普遍。 在很多國家,法律在婚姻以外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選擇,以致婚姻顯得老土和過世。 我們不應該貶低婚姻,而應該重新發現它真正的意義。 更新婚姻,家庭的生命力量,主要是在於它愛的能力和如何傳授愛。 即使家庭傷痕累累,亦都總是可以由愛出發,不斷地成長。 統稱為社會性別的各種意識形態,帶來了另一種挑戰。 它就是否定了男女之間在本質上的差異和相互相成的關係, 並且設上一個沒有兩性分別的社會,從而除去家庭在人類學上的基礎。 我們不應該忽視生理性別,以及社會和文化之中的良性角色。 兩者有他們的區別,但又不能互相分割。 不能任由這種意識形態切割兩個不能分割的現實。 理想的家庭,是沒有一個或一的模式,而是由很多不同的現實, 連同他們所有的喜樂、憂苦和期盼所造成。 我們重視的是其中的挑戰。 訓人和基督信仰家庭的偉大價值, 又是人類存在在世所沉覓的事物之一。 立大立聖家,求使我們的家庭成為共融的場所和祈禱的晚餐廳, 成為真正的福音學校和小型的家庭教會。 求使我們眾人能夠意識到家庭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特質, 和家庭在天主計劃中的微善。 耶穌瑪利亞約室,請苦聽和誰找我們的祈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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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